现在你停下来的是什么地方 停下来这个地方是庄案的地方 庄案是 到底你熟悉出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啥的地方 只因他爱上了邻居家的女孩 被双方父母极力反对后 他用极其残忍的方式 结束了已经怀孕三个月的女友的生命 那是2010年6月25日的中午 云南省御龙县靠近214国道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警方用警戒线隔离起了村里的一条街道 而与此同时 老赵家的儿子囊死了老杨家闺女的消息 在村民口中已经被迅速传开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 所有人都无从得知 直到20个小时以后 凶手赵树阳被警方带进了审讯室 这场荒唐的 或者说只能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故事情节 才被揭露了出来 被赵树阳杀害的女孩 名叫杨清华 她们是一对相恋了两年时间的恋人 两人虽然是一个村上的邻居 但是真正相知相恋 是2008年在丽江打工的时候才开始的 在这之前 两人其实并不熟悉 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身在异乡 老乡之间那种自然亲切的缘故 让两人迅速的熟络 也可能是两个人恰巧正处在渴望爱情的年龄 所以当时年龄相仿 情投意合的她们 很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 并且很快的就住到了一起 转眼就到了年底 两人都要回老家过年 那个时候的赵树阳和杨清华 正处在恋爱中最逆乎的阶段 当时赵树阳就向杨清华承诺 回家后他会第一时间找没人 去杨清华家提亲 可是当赵树阳的父亲 知道提亲的对象是杨清华家后 父亲当场就严厉的拒绝了 赵树阳的交叉 就不赞成这门回事 不同意他们走到一起 看着父亲那种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语气 赵树阳也并没有表现出 想要去争取的意思 实际上这是赵树阳一贯的性格 他从不愿展露自己的情感 这也包括亲情 甚至在他心里 亲情一直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赵树阳从姬氏起 他就在父母不断的争吵中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家庭里 他从没有感觉到任何亲情的存在 在他11岁那年 父母亲最终离婚 后来母亲带着他又改嫁到了现在的家庭中 但是在和继父的沟通相处中 始终是有着一种隔阂 实际上这一次让继父去提亲 是赵树阳来到这个家里 唯一一次主动向继父提出过的要求 而就这样被继父无情的拒绝了 原来赵阳两家 从他们的爷爷那一代打过几次架 后来两家人在村里就结下了仇恨 虽然到了赵树阳这一代 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少提起 仇恨也有所淡化 但是真正要结为亲家 赵树阳的继父还是有很多方面的顾虑 而杨庆华的父母知道后 结果和赵家人的态度一样 坚决反对 可是正处在热恋时期的两个年轻人 哪顾得了你这些 当时两人在老家连年都没有过 就一起又返回了历江 一直到了09年临近春节的时候 杨庆华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一天杨庆华接到了家里的一个电话 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给赵树阳说自己要回老家一趟 而且还需要两万块钱救济用 当时看着杨庆华可怜兮兮的样子 一向不会安慰人的赵树阳 都没有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开始四处筹钱 因为性格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的赵树阳 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朋友 而当时他身上也就只有六七千块钱 第二天他在一个公友的介绍下 在社会上借了一笔一万多块钱的高利贷 凑够了两万块钱后 赵树阳就把杨庆华送上了回老家的长途车 可是赵树阳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他送走的除了自己的幸福 还有自己的一生 半个多月以后 杨庆华一直都没有消息 赵树阳终于还是忍不住把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过了好久才被接通 但是接电话的却不是杨庆华本人 对面是一个略带冷漠的女人的声音 男人说自己家庆华已经定亲了 让他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 当时赵树阳并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一遍一遍的不停的拨打着杨庆华的电话 终于在拨打了十几个电话后 杨庆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杨庆华的父母再也扛不住了 他知道自己的闺女跟着赵树阳生活也快两年时间了 为了自己闺女的名声和未来 杨家父母就选择低了头 杨庆华的父亲主动请了村里上的一个长辈 去赵树阳家说和 但是当时赵树阳的继父也没做什么准备 这突然的情况让他也拿不定主意 所以就跟来说和的人说 这样的事情自己一个人也做不了主 得和家里人商量商量才行 可是这话传话传到杨家人的耳朵里就完全变了闷 杨家人一致认为这是赵家人想拿一手 所以几天以后一气之下 杨家父母就谎称家里出了大事 把杨庆华骗回了家里 回家后经过亲朋好友的一番车轮战术后 杨庆华最终和外向的一名男子定了亲 听到杨庆华亲口承认定亲后 赵树阳那不善与人争辩 不会展露情感的性格 再一次让他后悔至极 当时赵树阳说了句 好订婚那你就订吧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是仅仅几天之后 他就开始后悔了 他拿着手机把编辑好的短信删除 重写的重复了无数次 但最终都没有发出去一条 直到杨庆华结婚的消息传来 赵树阳才彻底的傻了 赵树阳浑浑噩噩的在丽江独自生活了半年以后 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成为了整个事件最主要的转折 打来电话的是当初借高利贷的催收 电话中的人态度强硬 语气凶满的说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还不上钱 后果已自付 挂到电话后 赵树阳的心里也慌了 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些催收人的手段 但是当时的他确实没钱还款 那时候他就想到了杨清华 因为当初借这笔钱的原因 就是因为杨清华 所以他果断打通了杨清华的电话 我说我们可以共同来批刘花 这笔钱 我说对大家都不利 我跟他说了 他没答应 就是不予理睬 吃一种不予理睬的态度 他说他没时间没够 杨清华的回答 像是兜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他没想到仅仅半年的时间 杨清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如此的绝情 无奈之下 他连工作都没有次 就连夜跑回了老家躲债 可是就在2010年6月25日的早上 也就是赵树阳跑回家后的第三天 催收的电话再次打来 男人说知道他已经离开了立江 并且顺便报出了赵树阳家的老家地址 甚至精确到了门牌号 接见绝望的赵树阳 仍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继父 当天中午他喝了一些酒后 晕晕乎乎的就走出了家门 当他来到大街上 远远的就看到了两个女人从对面走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 其中一个人就是杨清华 当天杨清华是来娘家走亲戚的 陪在他身边的是杨清华的一个好朋友小芳 当时杨清华的小夫已经微微隆起 而且是一脸幸福 面带喜色的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就和小芳嬉笑的从他的身边走过去 在极大的羞辱和压力下 伴随着酒精的作用 赵树阳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跑回了家里 在厨房拿起了一把挑刀 又返回了街上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背影 赵树阳冲上去 一只胳膊从背后揽住杨清华的肩膀 就是一痛乱刺 直到杨清华倒在了血泊中 赵树阳才停住手逃离了现场 据随后到来的法医检查 杨清华的颈部胸部胳膊大腿挫 总共被刺了十余刀 而且当场就失去了生命 最后赵树阳选择了向当地警方自首 看守所中的赵树阳虽然已经认罪 但是毁罪的态度却不是很好 为此在等待宣判之前 警方请来了赵树阳的继父和舅舅 打算对赵树阳进行一番劝说 这事件发生的问题不够了 没事 已经 没有事的话 你能够说的 我没事 那 你说是你好好地配合 有不一定的 公安机关闹 不是 好好地配合 我全部配合 对吗 有什么话 你手机就可以了吗 好好地配合 他们正确好好地改造 是 那 将近面的事情 你把有当先 做成立的 大国 我们 我母亲是肯定我们的 谢谢 谢谢 你又没有错 我们就说了 我还有错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有错 很多事情 我还是被逼的 我也不是就有意的 就上海了 后悔也没有 现在我们做的做了 你说 你不听 别生了 有这么一个人 我还有没有办法 吗 一般 不听 我 过 ד上 我 还 不听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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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